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是在强化装备的小月 上回我找到豆豆留下的告示牌 才知道她真的在地狱 并且遇到了危险 虽然我很想现在就去救她 但是我的实力真的太弱了 既没有结实的防具 也没有锋利的武器 现在去地狱就等头一百百送死啊 唉 又是阿阳在这就好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地狱 救出豆豆的几率就会大多了 不想不想了 再多耽搁一分钟 豆豆就多一分危险 我还是赶紧干活吧 既然要强化装备 那需要我的牛羊帮忙了 先把箱子里的小麦拿上 赶紧去让牛羊快快生小孩 这样才能得到皮革 小羊小牛麦 你们多吃一点哦 带你们回来的豆豆现在遇到了危险 我需要皮革去救她 虽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 但是我真的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谢谢你们呀 喂完牛羊我还不能休息 去挖原石吧 待会有了皮革还需要青青石来附魔 空档上的青青石只能去商店化了 那挖原石就是唯一途径 豆豆啊豆豆 你可一定要保重呀 一起经历的风雨 和一起写下的回忆 总有人在前行 也总会有人离去 更谢有你的风景 降临人惊叹的起雨 让音乐伴着你 无需太多的言语 你眼中辽阔的天空 是在胸膛燃烧的梦 听着此刻节奏跳动 把烦恼都放空 应该差不多了 先去把房具做好 家里还有些钻石正好可以拿来做钻石套 OK可以了 现在的我总算是像模像样了 再去看看我的牛羊们的状况 都过去这么久了 应该会多出来几只吧 不错不错 比之前多了一些 但还是远远不够 快来吃小麦 关宝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要继续照顾牛羊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个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